今天2019夏季达沃斯论坛日程进入到最后一天 下午将举行论坛闭幕式以及闭幕表演 现场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财经频道记者贺嘉靖 嘉靖你好 请过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好的 秦芳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大连达沃斯的会场之外啊 今天也是本届夏季达沃斯日程的最后一天 那同样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经济以及新技术依然是关注的焦点 那在今天上午刚刚结束的一场名为 全球经济前景亚洲视角的论坛之上啊 这个与会嘉宾们就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那他们认为呢 创新以及这个数字经济市场的扩大呢 是给这个亚洲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能 那他们也十分看好亚洲经济前景 以及中国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前景 那么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 以及这个持续改善营商环境等等重大的举措啊 也是为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红利 那与会嘉宾们都去认同啊 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着较快的增长 同时展现出了巨大的韧性以及潜力 那么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那此外呢 这个合作也是本届夏季达沃斯传达出来的一个重要的信号 那在单边主义啊 以及这个贸易保护主义给全球化的进程造成一定困难的同时呢 那与会嘉宾们也是呼吁合作才能共赢 那达沃斯论坛也是做了一份这个民意的调查呢 大多数人都是认同这个多边体系的这个原则呢 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的 那么所以呢 我们全球性的这个挑战也是呼吁更紧密的国际合作 好了时间交换给你 秦芳 好的感谢嘉静来自大连的报道 谢谢